英明曾经是台湾一个安定的热量 是到时间的流失 很多英明也已经离开临世间 为了要感谢英明朋友为台湾所做的供应 在段话令英明应关基金会 今天在中间有国民资家基盘 100空高年度英明资路中作学金班政 一起参访华党 国军帝都业官兵府的委员会 陆副主委将签涵英明资路中作学金 班政华中的学生 高年应在学校上可以更加进一步 由国军帝都业官兵府的委员会 和在团话令英明应关基金会 所有主办的中博地区 100空高年度英明资路中作学金班政和参访华党 今天在中间应有国民资家基盘 今年都做有四百位学生地得中作学金的高年 国军帝都业官兵府的委员会陆副主委表示 今年总共合定中作学金五百十万 基金会可以将英明中部的所关键的建议 关键让英明朋友的孩子 团圣英明大爱真心 也帮助少年朋友会带来认真相学非常有意义 这是我们农民文院基金会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 我想这个最主要是用我们农民的这些积蓄 生前的一些积蓄仪款 然后我们发挥大爱的精神 这个农民的传承 然后这个取之于农民 用之于农民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把它的这样这个积蓄 我们用在这个清寒子女的农民子女的奖助学金上面 所以我们一年一度 好 那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来办法 这次到中国的同学 在了感谢英明中部的爱心 有了这批中学金 将会可以大大健康学会上的压力 很感谢就是农民伯伯的付出 然后默默的一直在为了整个社会做运转的支持 就是整个心理 然后给我们学生有更安定的生活 然后更多元的学习 然后可以获得这个奖学金 就能带给我们生活更大的帮助 非常感谢这个协会基金会 就是给大家这些支持 然后让我们可以在学的时候可以专心 然后可以好好努力读书 然后有一个努力的方向 今年的伴政典内也跟英雄不同 分配在北中南党四区基兴 都做要求六百多位学生代表和家庭参加 当时在班政典内之后 副德会也安排以后的同学和家庭代表 参观中将会有各面资加 让这些支持英明中部的帮助的学主 了解军林帝国之后 还帮助提供有1万生的服务照顾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 彩虹保德